他是韩版高启强,背靠女老大和干爹,从卖于老到熊霸黑白两道的大毒枭,他只用了五年时间,白天他是家喻户晓的慈善家和光鲜的政客,晚上他却化身为毒品王国的主宰,一路火花带闪电,成为了韩国七十年代最传奇的人物。 当时的韩国民众对他可谓是爱恨交加,他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让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 1970年的釜山,社会经济飞速增长,造就了一个人人都想出头的汉江奇迹时代。 此时还未发迹的李投森,只是个会点日语的金工,一天,介绍黑活的中介将他推荐给了走私集团的社长。 当晚,森哥一伙人就乘坐轮渡出发了,船上都是走私来的精器,因此每个人都如履薄冰,生怕此次运货会发生什么纰漏,无奈怕什么就来什么。 森哥刚检验完精器的纯度,集思队就包围了船只,要船上的人全部举起双手接受检查。 不想坐以待毙的森哥,居然直接背起精器跳进大海。 可笑的是,这不过是集思队的逢场作戏,但他的胆识过人,却换得了社长的另眼相待,额外给了他一大分红。 有胆识,有野心,这样的人才不多得。 社长便将森哥介绍给集思队长,帮助他更顺利地拓展业务。 森哥果然不负众望,刚开始他只是利用动鱼的渔船走私精子。 紧接着,就连日用品,电视机他都不放过,社长愈发满意,忍不住提点他。 抑郁惊醒梦中人,奈何森哥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喽啰,那些大佬们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段时间,森哥通过走私也捞了不少油水,他将奇珍异宝都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在教堂工作的妻子舒静却喜油餐饭,与其让丈夫豁出命去换取大富大贵。 他更喜欢现在平静如水的生活,为了堵住妻子的说教,他打开了唱片机。 热情地邀请妻子共舞异去,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时,一个坏消息传来,混混抢走了表弟等换的货物,还把他暴打了一顿。 于是森哥连忙赶来想要平息此事,他一边洋装教训表弟,一边低声下气地道歉。 混混老大却让森哥十秒内喝完一桶尿,他才会高抬跪手。 森哥不过迟疑了一会儿,表弟的左耳就被割了下来,他唯有拼了命地将那骚臭的液体往嘴里灌。 狼狈的模样让混混们乐不可知,被践踏尊严的二人很快就迎来了转机。 一个往日本运送冰毒的毒贩得了懒尾言,虽然对森哥他们的能力半信半疑,但他目前急需找人来运送这批毒品,唯有将就。 不料人定胜天,还真让森哥他们把买卖做成了,跟他们街头的黑帮头目顺平,居然还是个朝鲜人。 念过祸后,森哥便上前攀关系,想着多结交点人脉也不是坏事,这可把胆小怕事的表弟给吓够呛。 为了更加拉近关系,森哥主动提出和顺平庆祝交货顺利。 几番推杯换展过后,顺平被哄得飘飘欲仙,竟把赚钱的门道一一透露,得知釜山的空气和水质极为适合制作冰毒。 一个大胆的想法,顿时在森哥脑海中浮现,那就是在韩国制作毒品,再运往日本售卖。 可远在日本的森哥还不知道,总统正联合中情局,全力清理走私集团,大获临头,社长决定控除森哥以求自保。 中情局的刘市长命人将森哥倒吊起来一顿毒打,拷问他为何要利用公务用船运送毒品。 森哥挨了无数棍棒,控制不住小便失禁了。 森哥努力睁开眼睛,想要记住刘市长的模样,他叮嘱自己,一定要将这顿血泪的教训刻在心里。 随着走私集团的一一暴露,以前的上级崔部长和森哥一同被抓进了监狱候审,但森哥却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止于此。 于是便交代老婆,拿着汇款账簿去找集司队长,集司队长连忙推荐了能帮忙森哥出狱的监狱鼓掌。 第二天,舒静就拿着礼品上门拜访去了。 没想到,鼓掌为人刚正不阿,竟将舒静赶走了。 为了救森哥,舒静只能挺而走险。 不久后,森哥就因感染肺结核被保外就医,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个让他出狱的借口。 可森哥刚出狱,第一时间却是去找越狱的崔部长。 他把制作冰毒远消日本的计划告诉了妻子,承诺赚到大钱后,就会回来给他换大房子。 森哥和表弟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躲逆的崔部长。 虽然他已经落魄,可情人躲在这狗血度日,但其背后的资源还能加以利用。 为了让崔部长帮助自己完成宏图大计,森哥从包里拿出厚厚一打钱打算收买他。 不料崔部长居然十分抗拒贩毒,迫于无奈,森哥只好说出被中情局殴打的惨痛历史。 崔部长被他的情绪感染,一时之间也如梗在喉。 何况他们只把冰毒贩卖给日本人,要争论起来,他们还是曲线救国的英雄呢。 两人难得一拍即合,谈好分城后,森哥拿出一对金戒指交给崔部长,只要合法结婚,就不会落人画饼了。 过了几天,崔部长就带着森哥去见了靠山徐科长。 徐科长任职于毒品监察科,想必将来靠他通融的地方还多得是。 看着盒子里满满荡荡的寒币,徐科长喜笑颜开。 业内首屈一职的毒师白教授,也受森哥的邀约来为他们制作冰毒。 白教授十分需要目空一切,崔部长没想到,森哥居然真将他请来了。 森哥自信满满地向白教授介绍着自己的团队。 他有手握资源的崔部长,精通各路航线的船手, 还有毕业于名校会计学专业的妹妹,让白教授大可放心加入他们。 看着良幼不齐的队伍,白教授却没拆穿,爽快地加入了森哥的团队。 他们专门从台湾低价收购制毒原料, 然后把制毒工厂建在养猪场里,用以掩盖刺鼻的气味。 唯一差强人意的是,白教授不肯透露他的制毒秘方, 森哥只有和表弟戴着防毒面具偷师。 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第一批冰毒诞生了。 远消日本后,他们果然大赚一笔, 可到分钱时,付出和收获却不成正笔。 游手好闲的崔部长,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剩余的人只能看着他吃肉,自己喝汤。 森哥虽产生了令气炉灶的想法, 妹妹也证实了,崔部长和船手的确是私吞的公款, 忠于森哥忍无可忍。 面对森哥他们提出的抗议, 崔部长依旧装容作哑, 直接拿着钱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森哥唯有另辟蹊径, 拖了好几层关系, 才得以会见釜山盛名的黑帮老大江爷。 森哥开门见山, 想要通过他结识日本神户的老大秀坤。 紧接着,森哥直接递出一个黑匣子, 里面除了江爷喜爱的摄乡, 还有他们研制的极品冰毒。 江爷是个瘾君子, 森哥料定他会受此诱惑, 不料江爷依旧面不改色, 森哥只好下重本。 森哥和表弟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一改从前寒酸落魄的模样, 活脱脱变成了挤身上流社会的爆发户。 等待和秀坤见面的期间, 森哥无意中撞见一个秘密, 竟然有一伙杀手打算伪装他们去刺杀秀坤老大。 这要是真让杀手得逞了, 他们也别想安然无恙地离开日本。 十万火急之下, 森哥决定做两手准备, 他一边让表弟拿着货去找秀坤老大自证身份, 自己则伺机拦截那群意图不轨的杀手。 不巧的是, 其中一个杀手刚好和斗焕共成一梯, 其余的杀手则发现了森哥的踪影。 森哥拼老命挣脱控制后, 赶紧跑上楼通知表弟, 这时杀手也反应过来, 拔枪射向两人, 就在三人争抢枪之时, 越来越多的杀手蜂拥而来, 看着杀手闯进了秀坤老大的房间。 关键时刻, 森哥牺牲自己扑上前拦下了杀手, 才让受伤的秀坤老大患得一线生机。 虽然挨了一刀, 但合作的事可谓是手到擒来了。 为了感谢森哥, 秀坤老大特意带他到脱衣舞酒吧玩乐, 灯红酒绿迷人眼, 不知老道的森哥上头, 连表弟抖换都忍不住尝试了自家产品。 殊不知, 这一场, 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浑身酒气的森哥, 把一千日元的大钞尽数散落海里, 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 就在他以为之后的人生会一帆风顺的时候, 他一生的敌人曹检察官出现了。 曹检察官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 无偏无挡。 这次, 他从首尔调来釜山上任, 就是为了调查走私冰毒一事。 对此一无所知的森哥, 居然还冒险回了趟家, 妻子贴心地烹煮着他爱喝的牛骨汤。 森哥吐出的话, 却像平地惊雷般震惊了他。 只要妻子将他上报成失踪人口, 再偷取一张福利院失姑人士的身份证给他, 他就不用再躲躲藏藏, 可以用新的身份生活了。 第二天, 森哥就豪至几亿韩元, 将一家老小全都搬到了富人区, 妻子也配合他进行夫人外交, 把森哥包装成上市公司的总裁, 喝水不忘挖井人, 风光无限的森哥也没忘记姜爷, 带着一行李箱的钱和冰毒拜访了他。 姜爷趁其提出, 想要将冰毒分销各地的计划, 不料森哥却以最近学生平凡示威为由拒绝了他。 而徐科长也发现, 曹检察官为了跟毒贩死磕到底, 居然将自己买婚房的钱都拿出来收买线人。 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获得了有效的情报, 今天贩毒的人将会在咖啡馆交易。 暗号是珍妮斯·贾普林, 徐科长为了此事, 整日惶恐不安, 看着两拨人对上暗号准备交易, 为了毒贩不被泄露, 徐科长灵机一动, 他打给医院求助, 假称曹检察官车上有人被蛇咬伤, 医护人员当即火速出动。 毒贩们一见情况不对, 马上终止了交易, 线人也拿着曹检察官给的钱逃之夭夭, 索性毒贩们撞上电线杆被迫停下, 刚回到警局, 他就迫不及待地审问毒贩, 毒贩刚开始还死命不从, 可最后还是屈服在他的雷霆手段之下, 将森哥及其表弟斗患的消息吐露得一干二净。 徐科长还妄想用失踪人口来搪塞此事, 曹检察官却并不买账。 一看是来真的, 徐科长连忙通知了崔部长, 崔部长把森哥约出来吐骂了一顿, 怪他勾搭上秀坤老大, 才会惹来曹检察官。 薪酬就恨互相碰撞, 更加激发了矛盾, 他们索性抱在一起, 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 崔部长让森哥好自为之后, 就先行一步离开了。 森哥为求自保, 来不及通知表弟斗患。 当晚就收拾家当, 艾秀坤老大的指示, 来到了如鱼岛找开药厂的聚会长庇护。 聚会长风流成性, 最爱的就是女人和毒品。 为了投其所好, 森哥早有准备, 看着金银剔透的冰毒, 聚会长急不可耐地品尝起来。 森哥则趁机说出此行的目的。 恰好白教授也萌生了退休的想法。 于是, 他便把毒媒秘方传给了森哥。 森哥颇具天分, 第一次尝试, 就制成了几乎完美的冰毒。 临走前, 白教授出于好意提醒他, 千万不要沾染毒品, 否则就会失去拥有的一切。 森哥并未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给白教授送上一大笔退休金后, 就目送他离开了。 晚上, 聚会长带森哥来到一处私人宴会玩乐。 在这里, 森哥遇到了令他的命运再次转折的女人。 据会长介绍道, 女人名叫金婷衙, 精通四国语言, 她极会笼络人心, 不少高官都是她的群下之臣, 并且她还拥有超硬的后台和优秀的管理能力。 银座最有权势的陈会长就是他的干爹, 而陈会长的脸就是张无所不能的通行证, 只要攻略了这个女人, 保证能在日韩两国畅通无阻, 说干就干, 森哥厚着脸皮上前搭讪, 不料却被金姐无情地拒绝了, 但他却并不气馁, 发挥死缠烂打的精神, 他的随教随道和雄厚的财力, 渐渐俘获了他的芳心, 两人坐着豪车在公路上驰骋, 放肆的笑声都融进了风中, 第二天, 金姐就约来了韩国总统身边的红人, 森哥明白, 金姐这是在为他打通关系,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成功抓住了这次机会, 良言, 自己想将冰毒覆盖全日本的想法, 对方了解过他的背景后, 当下也很是满意, 搭上总统红人这条线后, 森哥的社会地位, 可谓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飞机上, 金姐提醒他应该为产品取个名字, 他看向空姐胸前的牌子, 决定把产品命名为韩国制造, 随着俩人关系的深入, 森哥终于等来了结交成会长的机会, 这面前, 金姐特意提醒他, 现在的黑道都开始学习合法经营生意, 他们不只把手伸到慈善事业和文化资产方面, 还频繁地和中央情报部及国会议员打交道, 经过他的指点, 森哥犹如醍醐灌顶, 于是刚和陈会长见上面, 森哥就赶紧将准备好的活像奉上, 这是一件价值上益的大师级藏品, 如此周到的礼物, 连陈会长也忍不住对他交口称赞, 就在森哥沉浸在对未来蓝图的畅想时, 钟情局的刘市长发现了他, 刘市长以为他还是那个任人蹂躏的社会败类, 金姐察觉到两人间的暗流涌动, 他虽不知道森哥不堪的过去, 但刘市长恰好也是他的眼中钉, 于是他建议森哥,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将碍事的刘市长除掉, 以绝后患, 抑郁惊醒梦中人, 想起顺平的家人, 也曾惨遭刘市长毒手, 于是他决定和顺平联手, 将刘市长引来杀害, 两人顿时拍板成交, 毫不知情的刘市长, 还大言不惭地让两人下车配合检查, 结果被顺平扯住领带, 森哥则疯狂加大油门, 将他挤进墙角拖拽而死, 在吃下自家产品压压斤后, 两人趁着雨夜, 将刘市长挤其手下分尸肢解, 再将尸块绑上石头丢进了大海, 与此同时, 曹检察官也没有放弃搜寻森哥的罪证, 他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 秘密组建了一支调查分队, 很快, 他们就摸查到一名贩卖韩国制造的毒贩, 跟着毒贩的行动轨迹, 曹检察官意外发现了曾背叛他的线人, 也许是心存愧疚, 又或是为了报恩, 线人告诉了他一个重磅消息, 同事徐科长竟然和森哥理应外合已久, 崔部长垮台后, 徐科长就巴结上了森哥, 森哥每月都会交一批毒品给徐科长, 徐科长则安排人去贩卖获取金钱, 曹检察官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森哥的势力早已一手遮天了, 随着生意范围的扩大, 森哥的资产和人脉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他买下了一座庄园, 门前种着成片的音速花, 家里面积大的要安20个监控, 每到夜晚, 他就会在家里亲自制作冰毒, 小弟们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 将新鲜出炉的毒品分批装箱, 印上韩国制造的品牌, 然后通过轮渡转运到日本贩卖, 到手的利润简直不可估量, 连金姐看到这壮观的一幕, 都深深为之折服, 到了白天, 森哥助力贫困户的新闻就占去了头条, 同时还获得了新乡村推广大使的称号, 不仅能代表国家挥舞国旗, 总统还亲自给他颁奖, 可日本和韩国的民众, 却把收入都贡献给了冰毒, 男女老少都沉迷得不可自拔荒废度日, 没钱稀释的平民, 唯有受尽折磨后横尸街头, 而消失已久的表弟斗焕也十分凄惨, 他从戒毒中心逃了出来, 还误杀了一个村民, 戒毒中心的人对他竭尽虐待, 看着表哥风光无限, 自己则落魄不堪, 斗焕逐渐恨上了森哥, 而斗焕之所以能从戒毒中心逃跑, 全赖江爷从背后操纵, 自从上次森哥拒绝了他的提议后, 江爷就对他过河拆桥的行为怀恨在心, 江爷当众给他难堪, 全然忘记森哥早已不再屈居人下了, 虽然森哥没当面发作, 但除掉江爷的念头越发强烈, 这边舒静也通过夫人团得知了金姐的存在, 他本想给金姐一个下马威, 可金姐何许人也, 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怒火攻心的舒静, 唯有朝着音乐室的摆设撒气, 还将森哥和总统的合照给摔在了地上, 面对不可理喻的妻子, 森哥也束手无策, 但妻子的话却重重落在他的心头, 曾几何时, 他竟也被野心和欲望掌控着人生, 不过他还是不会停下脚步, 近日香港的贸易许可证就要下来了, 他的冰毒远消全世界各地指日可待, 谈话间, 金姐意外发现了他手臂上的针孔, 此事可大可小, 他板起脸提醒森哥, 这话让森哥顿感危机, 以为金姐起了异心, 两人之间第一次产生了嫌隙, 而斗焕被送回戒毒中心后, 居然再次逃了出来, 这一次却被曹检察官给抓个正着, 曹检察官知道, 他们兄弟俩早已形同陌路, 因此根本不费什么口舌, 就激起了斗焕对森哥的愤慨, 为了将森哥拉下水, 斗焕无所不用其极, 不仅将他的罪证和盘托出, 还借由输尽之口, 将森哥约了出来, 森哥关心弟弟亲切, 匆忙赶到他提供的地址, 等检察官等人蜂蜂而上将他制服, 他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是中了计, 曹检察官连夜将他带回警局审问, 其实比起他们这些丧尽天良的毒贩, 曹检察官更痛恨, 拥有生杀大权的贪官, 所以他希望森哥协助他扳倒那些上位者, 森哥却觉得他根本就是不自量力, 虽然森哥坦然承认自己贿赂高官的事实, 但没有实证, 过几天他就会被释放, 何况曹检察官只是没机会见识金钱的魅力, 否则他一样难以独善其身, 这番话无疑侮辱了曹检察官的职责和人格, 但他不气不恼,反而故意告诉森哥自己下一步行动, 得知书庆也将被调查, 森哥坐不住了, 曹检察官却将他推倒在地, 一番拳打脚踢, 直到同事进来才停止了动作, 可惜与森哥所料不差, 上头果然向他施压要求放人, 看着森哥潇洒离开, 不服气的曹检察官追至门外, 没想到却见到了熟面孔, 他不怀好意地威胁金姐, 让他藏好自己的把柄, 这个举动却让森哥误以为两人关系匪浅, 加上金姐讽刺他,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森哥一气之下, 居然将他留在了荒郊野外, 这次的决裂也让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就在森哥思考往后的对策时, 顺平和他联手杀害刘市长的事, 竟走漏了风声, 惨遭各方通缉的顺平, 唯有来求助森哥, 森哥自身难保, 不耐烦地拒绝了他, 走投无路的顺平唯有孤注一掷, 既然森哥见死不救, 那他也要拉个垫背的, 而曹检察官也收到了顺平逃亡到釜山的消息, 当晚他就组织了人员前去抓拿, 顺平也是狡猾, 果断藏在抗议的学生中, 为了避免误伤学生, 曹检察官等人迟迟不敢下手, 可顺平刚躲过追捕, 就迎来了灭口的杀手, 他挣扎再三还是被了结了性命, 同时江爷这边也遭到了下属大头的背叛, 森哥给大头许诺了不少好处, 让他推翻江爷, 纵使江爷伸手了得, 也耐不住人多势众, 加上冰毒已经将他的身体掏空, 他渐渐体力不支, 被砍倒在浴池里再无声息, 至于金姐, 则正在收拾气软, 打算潜逃出国, 釜山的动乱越发严重, 政府甚至出动了军队镇压, 森哥却依旧和权贵们在游艇上纵情享乐, 直到韩国总统意外身亡, 他才意识到好日子到头了, 按照宪法, 追回夏总理顺位上任, 所谓新冠上任三把火, 森哥以往积累的所有人脉资源和靠山, 也在这一刻全都化为了灰烬, 看着总统的送葬队伍经过路口, 他终于崩溃了, 为了平复躁动不安的情绪, 森哥故技重施, 将大量冰毒注射进体内, 如今唯有毒品才能令他暂时忘却所有烦恼, 但也因为注射得太过频繁, 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神情恍惚, 思绪混乱的情况, 整天幻想着有敌人会来抓走自己, 于是他每天都拿着猎枪在庄园附近巡视, 还特意养了两条嗅觉灵敏的猎狗, 就这样, 他惊恐不安地在庄园度过了一年的时间, 在神智稍微清醒的情况下, 他通常都会打电话和妻子书静聊天, 但这次不同的是, 曹检察官监听了书静和他的对话, 前半生的辉煌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而此刻的他就像个迟暮的老人, 絮絮叨叨地倾诉着往事, 书静很清楚, 丈夫最后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第二天一早, 猎狗们就异常地吠叫着, 原来是曹检察官亲自带人来抓捕森哥, 而他们刚动手撬开铁门, 就迎来了猛烈的袭击, 手无寸铁的警察们根本无法奈何他, 几人一番商议, 决定回去准备些枪火再来, 等他们走后, 森哥突然清醒过来, 将研制好的冰毒粉末全都倒进了下水池摧毁, 尽管如此, 他还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 曹检察官带着武装官兵再次闯进了庄园, 双方隔着铁门进行了短促的交战, 而曹检察官则借着掩护, 轻而易举地逼近了森哥, 好在森哥的子弹已经用完, 眼看着他就像没牙的老虎失去了威胁, 曹检察官便撞着胆子靠近, 队友们也趁机用烟雾弹迷惑森哥的视线, 可下一秒, 森哥就掏出了一把手枪,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键时刻, 曹检察官扑倒了森哥, 这才让他勉强留下一命, 不过要从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口中套话, 简直难如登天, 但最后他还是用减刑为条件说服了森哥, 让森哥交出了这些年行贿的账簿, 随着账簿公之于众, 凡是涉嫌贩毒和贪污的大小官员都一一被彻查, 这桩全国性的腐败贩毒案终于告一段落, 主犯李头森的事迹也留在了历史长河中, 麻药王借着韩国最大毒枭李斗三的故事, 说的是朴正熙执政的韩国经济腾飞的那段历史, 然而表面的腾飞之下, 是千疮百孔的腐败和混乱, 所以才造就了李斗三这样的底层小人物, 扣走私和贩毒爬上前犬顶峰, 本篇走了类似爱尔兰人的叙事路线, 也有韩国国宝级男演员宋康浩主演, 无奈导演编剧欠火候,情节线过于混乱, 如果是宋康浩的铁粉, 去看看还是可以的, 毕竟大叔的演技没话说, 老朴是一个不太正义的警察, 名表豪车大别野, 古旗领带西装鞋是他的日常标配, 作为一个游走在黑白两道, 踏足灰色地带的警察, 以恶成恶,以暴制暴, 更是他在这部电影里贯彻的宣言, 影片开头, 新晋刑警小宇正跟着老刑警去装拿毒贩, 见毒贩爬上了楼外的管道, 为了不让他逃脱, 老刑警决定用石子将他击落, 这番违规操作, 顿时让小宇赏了眼, 但这套粗暴的方法显然是有效的, 毒贩忙不迭地掏出了藏起来的面粉, 在老刑警的言行逼供下, 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 可开庭审判时, 毒贩却反咬一口, 向法官控诉老刑警的暴力执法, 为了证实毒贩所言非虚, 律师让小宇出庭作证, 出出茅庐的小宇将实情151时坦白, 这可瞬间把老刑警给得罪了个透, 上次虽然拦下了暴跳如雷的老刑警, 但小宇不知变通的为人处事方式, 也着实让他恼火, 但立场分明了小宇, 却意外被监察科的黄鼓掌赏识, 他给小宇交派了一个内部搜查任务, 目标人物就是涉足黑白两道的广搜队长老朴, 老朴是炙手可热的警局之心, 颇得上头关照, 小宇自认为浮游难以撼动大树, 所以拒绝了黄鼓掌, 黄鼓掌却拿出了一份乘封已久的档案, 三年前老朴独自刊破了一桩毒品工厂案, 过程花费的搜查资金高达上亿元, 这让人很难不怀疑老朴是收受了贿赂, 专门替那些达官贵人保驾护航, 更甚至连派去调查老朴的李明州警官也惨遭黑手, 时至目前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老朴, 迫于无奈之下, 黄鼓掌只好将目光投在了无偏无党的新人小宇身上, 而且他选择小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疑惑的是, 警方竟无法判定, 因抓捕犯人不幸身亡的小宇父亲是因公殉职, 而小宇之所以选择当警察, 一方面也是为了调查父亲生死的真相, 黄鼓掌有备而来, 自然也清楚这一点, 为了拿到关于父亲身亡的机密文件, 小宇只有答应黄鼓掌交派的任务, 在他八岁时, 父亲为救下人质, 不惜以身涉险, 留给小宇的遗物, 只有那枚他随身携带的口哨。 第二日, 小宇就从黄鼓掌口中得知, 老朴的眼中钉, 富二代罗英斌即将出狱, 罗英斌从小锦衣玉食挥金如土, 却为了刺激, 策划了多次大型贩毒交易, 三番四次践踏着老朴的底线, 无奈他人脉广, 背景强大, 每次关押几天就会被保释出狱, 忍无可忍的老朴, 便联合地下黑帮老大车冬哲, 想要将罗英斌再次送进监狱, 车冬哲为了将势力扩展到日本, 自然也乐于铲除罗英斌这块绊脚石, 小宇要做的, 就是紧盯着这俩人的动向, 同时搜集老朴进行不法交易, 及收受贿赂的证据, 就在这时, 曾帮助罗英斌贩毒的海关人员, 竟然脱离警方的监事, 惨死在澡堂内, 这无疑更让刑警们对老朴产生不满, 为了避免警方内部发生严重内讧, 上头也为了此事向老朴施压,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黄谷长趁机将小宇安插进老朴的调查组, 可小宇刚来, 就领教了他们的下马威, 惊艳老道的组员将小宇忽悠一通, 让他去将一旁熟睡的混混靠起来, 结果小宇却被混混反手将他靠在了椅子上, 原来所谓的混混也是一名警察, 他们让小宇跳一支热舞, 才肯帮他解开手铐, 为了融入队伍, 小宇唯有动作僵硬地摆动手脚, 这滑稽的荧幕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直到老朴到来, 几人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意外的是, 两人才初次见面, 老朴居然就让小宇陪自己去办案, 还大方地送给了小宇一件昂贵的外套, 原来小宇的父亲和老朴居然是旧时, 接着两人来到一个贩毒头目店里, 小宇耐不住性子, 开始四处搜刮, 很快他就发现了树木可观的假造身份证, 以及头目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他正要将头目靠上带回警局, 老朴就事实出面支开了他, 小宇十分不解, 但为了继续待在老朴身边, 只有强压着一腔情绪暂时离开, 而头目为了免去牢狱之灾, 被迫吐露了一个有关罗英斌的重要信息, 老朴意识到, 罗英斌接下来肯定会为此筹募资金, 小宇却看不惯老朴这种抓大放小的行事作风, 在他眼里, 任何事都非黑即白, 绝不能放过一个犯人, 老朴却卖弄关子, 让他拭目以待, 搜查结束后, 组员们将小宇约到了一家酒馆, 看着面前累得像九层塔一样高的烧酒碗, 小宇心里就直犯触, 但显然, 组员们都经历过这种欢迎仪式, 就在小宇打算硬着头皮上的时候, 老朴却将满满几碗的烧酒倒进冰桶里, 代替小宇跟组员们对应起来, 小宇虽然十分感动, 但还是坚持公事公办, 将今天所见所得都记录在电脑里, 老朴开的豪车跟居住的价值不菲的别墅, 也通通被小宇拍摄下来, 为保万无一失, 小宇甚至给老朴的车安了追踪器, 通过信息比对, 小宇确认和车东哲交易的就是老朴, 于是他不再动摇, 更加明确了调查目的, 老朴对小宇却格外信任, 不止将家里门锁密码告知了他, 还允许小宇自行到衣帽间挑选合适的领带, 小宇趁着这个间隙, 将那些与老朴身份并不匹配的奢侈品拍摄下来, 接着他又趁着老朴忙于梳洗, 比对了老朴和车东哲会面时穿的鞋子, 利用卡片开锁的技术, 成功潜入了老朴的书房, 将整整一面有关罗英斌的信息记录在手机里, 最后拍摄下保险柜的型号后, 小宇才匆忙回到衣帽间假装整理领带, 这番搜证可谓是惊心动魄, 好在老朴并未对他起疑, 不过小宇却有一个疑惑, 为何跟犯人接触要穿西装打领带? 小宇当然不懂这里头的弯弯绕绕, 他只知道老朴的资金来源不明, 背后肯定有人在支撑着他的一切行动, 眼看着老朴给了修车工一笔不菲的线人费后, 就顺理成章得到了罗英斌的车牌号, 小宇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于是他将近日搜集到的证据进行一番推理, 很快就推测出一个结论, 关于李明州警官之死, 老朴背后的势力有重大的嫌疑, 过了几天, 小宇靠着追踪器, 成功掌握了老朴和内部人员见面的地点, 他跟着定位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 由于距离太远, 他只能拜托试影生, 将录音装置偷偷放置在两人的桌面, 两人的对话清晰地落在他的耳机里, 老朴打算以投资的名义接近罗英斌, 对面那人只让他不用担心钱的事, 果然, 老朴的资金来源是上头所谓的赞助金, 而情报二科长宋宇哲, 居然是老朴的上级联络人, 正当小宇苦思冥想, 两人与背后组织的关系时, 老朴又约了小宇到罗英斌消遣的夜店见面, 临出发前, 老朴特意跟相熟的高利贷借了一笔钱, 这笔钱是让他们进入夜店的入场费, 同时高利贷老板还告诉了老朴一个秘密, 李明舟的死和罗英斌的人有关, 小宇争神之际, 老朴交给他一副可以录像的眼镜, 让小宇随机应变后, 就带着他大摇大摆地进入夜店, 届时老朴负责在牌桌上稳住罗英斌, 小宇则要趁机寻找那名嫌疑犯, 交代好一切后, 两人就开始兵分两路, 可罗英斌显而易见地不欢迎老朴的到来, 老朴唯有尴尬地矗立一旁等待机会, 外姓金社长退出牌局, 他这才勉强得以落座, 这边小宇刚上楼就和一个厨师撞了个满怀, 看着厨师诱饵明显的伤疤, 他赶紧掏出手机给老朴通风报信, 随后又堵在楼梯口拦下了那名嫌犯, 老朴这边则遇到了麻烦, 罗英斌察觉到他的不怀好意, 竟然当场砸了手机发起风来, 小宇唯有独自和嫌犯缠斗, 结果不幸一起摔下了楼, 老朴见状马上起身援助小宇, 在确认了嫌犯诱饵的伤疤后, 他三下午除二就把人靠起来, 打算带回警局审问, 不料却遭到罗英斌手下的阻拦, 或许是对自己的超能力十分自信, 罗英斌居然摆摆手让他们离开, 面对审问, 嫌犯供认不讳, 虽然他表明亲手杀害了李明舟, 却拒不承认是出于罗英斌的指示, 老朴气不打一处来, 看来罗英斌早有准备, 案件小有进展, 黄谷长便约见了小宇了解情况, 得知老朴背后有金主支持, 黄谷长倒不意外, 反倒是小宇对老朴刮目相看,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相信, 李明舟绝不是老朴害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宇更加确定, 老朴其实是个好警察, 虽然他表面拿着赞助金风流快活, 其实背地里将一分一毫都用在了查案上, 甚至还不惜为此欠下高利贷, 唯一真正属于老朴的, 只有一艘要还20年贷款的潜水艇, 老朴邀请他一起感受带着兴气的海风, 还道出自己退休后, 想要捕鱼为生的梦想, 听见这话的小宇暗自决定, 要把老朴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希望能打消黄鼓掌对老朴的疑虑。 在这无比惬意的时刻, 老朴却突然提起了小宇父亲, 原来小宇父亲曾是带老朴入门的师父, 当年他也在现场, 亲眼目睹了师父与毒贩同归于尽, 他多少也能猜到, 小宇对父亲和毒贩扯上关系感到不光彩, 为了解开他的心结, 老朴主动自接伤疤, 老朴的父亲曾因吸毒过量倒在警局门口, 而老朴却不敢和父亲相认, 几天后才偷摸为父亲举办了葬礼, 小宇父亲得知此事, 竟亲自来灵堂调宴。 听着他娓娓道来的往事, 小宇思绪飘回了幼年时期, 那时他总爱偷戴父亲的警帽而被父亲教训, 如今他才明白, 父亲这是深知当警察的危险, 才会选择用这种方法保护他。 回去之后, 小宇发给黄鼓掌关于老朴的调查报告, 看着上面老朴并不涉嫌贿赂及贪污的结论, 气急败坏的黄鼓掌直接带人找上了老朴, 被蒙在鼓里的老朴还在安排组员严密监视罗英斌及投资客的动向, 直到黄鼓掌的车将他们逼停, 老朴才后知后觉, 小宇是派来调查他的卧底, 小宇更加不明就里, 他明明已经提交了报告, 黄鼓掌为何还会一意孤行?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闯进了老朴的别墅, 黄鼓掌还堂而皇之地命人将他的保险柜攥开, 可里面只有几份无足轻重的不动产合约,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证据, 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黄鼓掌忍不住破皇了。 老朴明白, 黄鼓掌之所以像疯狗般紧咬不放, 全因他认定手下李明舟死在自己手上。 面对这么一个偏执狂, 老朴也不想费心解释, 而当上头得知黄鼓掌派人带走老朴调查, 当即就下令阻止了他疯狂的行动, 黄鼓掌收到来自上头的威逼, 就算恨得咬牙切齿, 也只能将老朴无罪释放, 而组员们探听到组织出了内鬼后, 就将出卖老朴的小宇约到了小酒馆, 不仅将他的手机和录音装置抢走, 还把他摁在地上暴打了一顿, 赶来的老朴却不计前嫌, 表明依旧愿意和小宇继续共事。 老朴很有自信, 小宇迟早会跟自己并肩作战, 和他所料不差, 小宇果然为了此事跟黄鼓掌反抗, 黄鼓掌心中冷笑, 下一秒就吐露了一个秘密, 原来老朴的父亲曾被小宇父亲关进监狱, 此事还间接导致了老朴的母亲自助消互, 正是因为愧疚, 小宇父亲才会屡次关照老朴, 甚至将他收为徒弟亲自教导, 话音刚落, 黄鼓掌拿出一份机密文件, 里面正是小宇父亲的调查报告, 报告上说明, 父亲也和老朴背后的延南慧有关系, 当年负责联络父亲的, 则是葬礼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徐中浩警政, 延南慧初始本是给警察提供办案资助金的, 可渐渐地资助金演变成警察吃喝玩乐的娱乐经费, 更有贪得无厌者借此由头收受贿赂, 小宇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而小宇父亲肚皮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也能证明当年他以自甘堕落与毒贩为伍。 小宇这下明白过来, 黄谷掌是在利用自己接近老朴, 但他始终不敢相信黄谷掌口中的真相, 为了证明父亲和老朴他们的清白, 他决定卧心尝胆, 直至将延南慧连根拔起, 就在他借酒消愁时, 突然得知老朴找到罗英斌下线的消息, 于是一干人等风风火火赶到现场, 这个下线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黄赌毒都沾, 因此和罗英斌的关系十分密切, 老朴等人不由分说地闯了进去, 禁止将那名下线按倒在手术椅上, 为了逼他说出罗英斌和投资客秘密见面的地点, 走火入魔的老朴不惜动用私刑。 危急关头, 小宇扑上前制止老朴, 没想到老朴毫不心软, 当着下线的面杀鸡儆猴。 电钻的齿轮割破了小宇的眉骨, 见他痛得蜷缩在地, 下线忙不迭地将地点全盘拖出, 得知罗英斌将在安山制毒工厂召开新顶发布会后, 老朴决定以这个下线为突破口打进内部, 此次罗英斌研发的新产品, 是将咖啡粉和无色无味的毒品原料结合, 目的是为了打造双虫的快感体验, 连他们这种毒虫都欲罢不能的产品, 一经售卖,肯定会引起社会动荡, 所以这次的入场费是史无前例的高。 老朴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罗英斌绳之余法, 当即就表示20亿韩元的入场费由他承担。 下线没想到老朴如此豁得出去, 可老朴并非善者仁翁, 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下线必须和他们理应外合, 抓到罗英斌的罪证, 不料事到临头, 拘捕令却迟迟披不下来, 努力了这么久,老朴不愿功亏一篑, 干脆让小宇载着自己来到了延南会总部, 经过一番了解他才得知, 原来是金会长的儿子被罗英斌抓住了把柄, 上头忌惮金会长的地位, 才迟迟不批拘捕令, 老朴却依旧不依不饶。 金会长是延南会最大的金主, 得罪他没任何好处, 他们当然不愿意和罗英斌拼个鱼死网破, 走投无路的老朴, 唯有再次去借高利贷, 小宇没想到, 他为了办案竟会疯狂致死, 只是高利贷也迫于延南会的势力, 也不肯出钱相助, 可老朴却不想轻易放弃这次机会, 为了顺利推进计划, 老朴当机立断去找车冬哲帮忙, 车冬哲一向视罗英斌为死对头, 得知老朴终于要向他的敌人下手, 他简直兴奋地摩拳擦掌, 恨不得亲自上阵, 紧接着就拿出整整一袋韩币, 给老朴当入场费, 就等着看俩人的好戏, 老朴却特意让小宇把钱转交给罗英斌的下线, 下线收到钱, 自然喜笑颜开, 小宇如今被迫跟老朴同坐一条船, 既然无法改变事实, 他唯有提醒下线, 虽然组员们到现在还对小宇存有偏见, 但小宇早已发自内心地站在了老朴这边, 下线拿着钱, 踪踪找到罗英斌, 要参与这次投资, 罗英斌没有起疑, 爽快地把他带到了制毒工厂, 老朴等人也跟着定位来到附近埋伏, 等众人纷纷落座, 罗英斌就迫不及待地展示成果, 随着冒着蒸汽的滚轮悠悠转动, 褐色的液体正通过管道输送往正确的出口, 眼看时机成熟, 下线刚想走到窗边发起暗号, 结果罗英斌却先一步收到警察埋伏的消息, 事到临头, 罗英斌唯有让人关闭机器, 然后强装镇定先稳住众人, 可他拙劣的话术根本骗不过金社长, 金社长带头离开后, 大家都开始蠢蠢欲动, 下线也趁此机会发出暗号, 老朴等人收到暗示, 开始了紧急部署, 一群人将工厂堵了个水泄不通, 小宇碰巧撞见了落荒而逃的金社长, 把腿就追了过去, 而罗英斌冷静下来后, 很快就发现, 泄密者就是那名下线,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朴准时代人闯了进来, 投资客们也一一被警察拦住去路, 罗英斌却自示毒品还没生产完毕, 十分洋洋得意, 何况老朴他们不知道设备的启动密码, 唯一的密码钥匙也被他吞进腹中, 但他显然小看了老朴的魄力, 老朴当即就替他抠喉, 将钥匙原封不动掏了出来, 而落单的小宇也成功找到了藏匿的金社长, 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发生了。 小宇既要防止金社长逃跑, 又要应对保镖, 实在是一心二用分身乏术, 趁着俩人贴身搏斗的间隙, 金社长见缝插针, 脚底抹油斑逃跑了, 保镖被小宇摔晕后, 小宇刚想拿手机通知老朴, 结果一不留神, 保镖的尖刀就落在了小宇身上, 好在老朴这边成功启动了装置, 他果断地拉下开关后, 这种新型毒品就诞生在众人面前, 那壮饰咖啡的液体, 冒着浓郁又不寻常的香气, 为了确保其中确实含有毒品, 老朴甚至拿起杯子优雅地抿了一口, 这下罗英兵的罪名可坐实了, 就在大家以为皆大欢喜时, 老朴才惊觉, 小宇失踪了, 此刻楼上传来一阵若有似无的口哨声, 反应过来的老朴赶紧拔腿往楼上跑去, 奄奄一息的小宇, 好不容易挣脱保镖爬到门外, 结果还是不幸被他追上, 因为大家全顾着逮大boss, 下线居然携款潜逃了, 而阎南慧也对老朴这枚不受控制的棋子起了杀心, 毕竟老朴不止害他们被监察会盯上, 还痛失了金会长这个幕后金主, 老朴如今进退尾谷, 车东哲得知他弄丢了20亿的借款, 便以此当借口, 要挟他替自己贩毒, 在医院静养的小宇却有新发现, 来看望他的女警察提供了一些线索, 他们早前逮捕的那名嫌犯李万希, 一个月前耳朵上根本没有伤疤, 这就代表他根本不是杀害李明州的真凶, 同时医院证明李万希是一个绝症患者, 他的账户不日前还曾转进过一笔大额款项, 究竟幕后指使的人是谁? 小宇毫无头绪, 顾不上伤口还未愈合, 小宇急忙办理出院, 来到老朴家楼下, 通过这几天的重新梳理, 他回忆起当时捅伤自己的保镖耳朵上也有伤疤, 同时心里有了个可怕的结论, 老朴不知该如何替自己辩解, 毕竟他和延南慧等人同流合污是事实, 李明州不是他杀, 终归也是因他而死, 而他争抢录音设备的动作, 更是让小宇信寒, 小宇没想到, 自己挖掘的真相居然如此残忍, 为了不让老朴继续错下去, 小宇决定竭尽全力阻止他接下来的行动, 迫于无奈, 老朴唯有将小宇打晕装在后备箱里, 为了还上欠车冬哲的账, 老朴终究还是出卖自己, 铤而走险帮忙运毒, 在来之前, 他已经提前跟海关打好了招呼, 所以今晚的行动绝不会出现差错, 可老朴忘记了, 车冬哲是个胡依不定的人, 绝不会容许小宇这个定时炸弹的存在, 于是小宇连人带车被他丢进了海里, 车冬哲浑然不知, 小宇在老朴心中的分量, 甚至对自己的杰作甚是满意, 迫于老朴的威压, 车冬哲不情不愿地命人将小宇打捞上来, 刚脱离危险的小宇, 得知老朴是去贩毒, 又开始妄想让他悬崖勒马, 老朴却还是决定, 一条路走到黑, 他将一柄手枪交给小宇防身, 接着就撑着小船来到了约定的交货地点, 老朴替车冬哲验过面粉的程度后, 两方人马就开始走程序,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不料小宇突然将对方的手下干倒, 顺着楼梯就爬上了对方的大本营, 老朴当下就配合他一起剿灭毒贩, 但俩人终归是单枪匹马胜算不多, 一番枪林弹雨过后, 老朴不幸中枪倒下, 剩下小宇一个也独目难知, 好在这九死一生之际, 海警及时抵达现场, 这才让老朴及小宇得以喘息, 原来在逮捕罗英斌当天, 老朴就设下了一个局, 他故意让下线且款潜逃, 就是为了一举铲除车东折, 及背后的贩毒组织, 小宇这才明白老朴的良苦用心, 万幸子弹只是射穿了他的手臂, 执迷不误的黄股长, 却以伪造政务等罪名, 坚持要将老朴带走调查, 而这一切, 其实都是严南慧的手笔, 他们要借助黄股长的手除掉老朴, 可笑的是, 黄股长竟然为了个人私怨, 投靠了从前嗤之以鼻的严南慧, 老朴被除掉警徽, 锒铛入狱, 小宇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探望他, 相比黄股长这种道貌岸然的小人, 他更喜欢老朴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好警察, 现在他也终于明白, 杀死李明州的真凶, 其实是躲在背后的严南慧, 相比小宇的遗憾, 老朴反而很满意这个结果, 还想着出狱后做一个真正的渔民, 可一场台风天就让老朴的小游艇彻底报备了, 同时小宇还意外发现, 当年杀害父亲的毒贩, 就是老朴的县人, 那名修车工, 陈锋已久的密室被打开, 一切都真相大败, 根据修车工的证词, 小宇得知, 原来他的父亲是被严南慧设计害死的, 于是小宇利用这一点向严南慧发起反击, 严南慧等人生怕当年的秘密浮出水面, 幕后主脑终于答应和小宇相见, 小宇成递了关键的证词和证据, 主脑不可置否, 这些若是让媒体获悉, 肯定会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涛, 想不到小宇的崛起如此之迅速, 简直令人惊叹。 小宇唯一要和他们交换的要求, 就是释放监狱里的老朴, 老朴也很意外, 小宇居然强大到能严南慧抗衡, 到了老朴出狱这天, 西装革里的小宇特地来迎接他出狱。 两人的使命还未完成, 接下来他们要继续并肩作战, 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一起站在了灰色地带, 警官之血这部电影主题还是非常深刻独特, 深入探讨了警察如何从黑白分明, 进入灰色地带的转变过程, 不是一味地讲警察的腐败和警察是败类, 而是用另一个视角讲述了警察的不得已, 警察的悲哀和该选择哪一条路, 是继续秉持正义, 看着重要的人被害, 而让凶手逃之夭夭, 还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利用他们抓到比自己更坏的人。 5月1日的韩国, 在阳光的沐浴下处处充满生机, 而此时, 由于一起车祸的发生, 则让消防队全体上下忙得不已乐乎, 为了能够尽快救出车内人员, 消防队员志九临为寿命, 在携带了简单的装备后, 他便资深进入树井深处, 眼看钢架不堪重负, 志九取出撬棍全力撬动车门, 志九被这女司机的容貌深深吸引, 而对方却因为极度恐慌, 慌张地拼命挣扎, 完全不顾志九的警告与劝解, 好不容易将绳索套在女子身上, 她的裙子又被夹在座椅的缝隙之中, 情况紧急, 志九将裙子一把扯断, 并献出自己的衣服防止她走光, 在汽车坠落的最后关头, 志九果断将其抱在怀里, 这才捡回一条命, 回到地面, 班长还在为刚刚的危险后爬连连, 而志九却对此谈笑风生, 还给女子递上一杯咖啡, 海姐的冷弱冰霜让志九搭讪失败, 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海姐动了爱慕之心, 班长看出了她心里的小九九出言安慰, 话音刚落, 同事就告诉志九有个女人前来找她, 听到来人竟是海姐, 志九瞬间就乐开了花, 谁知对方不仅没有把衣服洗干净, 还要求志九再次进入竖井, 取回她车里的文件, 如此无礼要求, 志九不愿搭理, 无计可施的海姐只能打算独自下井, 可因为不小心摔了个人仰马翻, 恼羞成怒的海姐无事至九的关心愤然离去, 傍晚天空中下起小雨, 吉哥与弟弟小雨开车来到荒郊野外, 他们今晚的任务就是要打开眼前这个蓝色集装箱,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 集装箱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原来集装箱内是一群来自东南亚的偷渡者, 这群人的集体暴毙, 让小雨的手机都被吓掉, 这时一个偷渡者竟从尸堆中突然爬了出来, 事已至此, 负责运输的两人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他们将幸存者放进货车, 连夜沿着高速赶往城区, 四日清晨, 当吉哥在服务区内购买补给时, 却远远望见一辆警车停在了货车旁边, 做贼心虚的他, 立刻返回车内, 发现弟弟的状态很不对劲, 可还没等吉哥开口询问情况, 就从后视镜中看到了跳车逃跑的偷渡者, 尽管吉哥第一时间下车追赶, 但还是迟了一步, 而偷渡者则一路沿着高速路奔跑, 并在临近出口时跳进路旁的野地, 朝着不远处的城区而去, 反观小宇的状态却越来越差, 咳嗽不止的他, 只能来到药店购买感冒药, 殊不知, 在他无防护的咳嗽中, 唾液飞沫已经迅速布满了整个房间, 另一边, 医生海姐则由于未能取回车内的论文, 而当众遭到了领导的批评, 这让他的挫败感十足, 但海姐却有所不知, 此时的智久正在班长的协助下, 私自进入竖井, 只为帮他取回论文资料, 很快, 智久便找到了海姐的皮包, 他不仅在包内发现了海姐的医生公牌, 并且还通过包内的手机, 接到了海姐女儿的电话, 面对小女孩的问责, 智久简直哭笑不得, 不过他还是非常友善地与之了解添来, 期间, 智久向小女孩进行了详细的自我介绍, 但却始终没有完全获得对方的信任, 仅凭这一点, 智久可以完全确定, 小女孩必是海姐的亲生女儿无疑, 在递出了自己的一张名片后, 智久只能看着女孩对她道谢后独自离去, 就在她泡妞失败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咳嗽症状, 飞沫也随之传播得更广, 找了一天偷渡者却一无所获的鸡哥, 发现弟弟小宇竟然吐血了, 正当兄弟俩陷入麻烦之际, 幼儿园老师则已亲自将海姐的女儿每日送回到了家中, 面对这么尽职尽责的老师, 海姐简直感恩戴德, 然而让她更加惊喜的是, 女儿手中竟然拿着自己的皮包, 失而复得的感觉, 让海姐瞬间欣喜若狂, 告诉妈妈是智久帮忙寻回皮包后, 每日顺便提出了收养流浪猫的请求, 被妈妈断然拒绝, 为了补偿女儿, 海姐亲自下厨吵起了年糕, 然而这时, 医院同事却忽然打来电话, 要求海姐立刻加班处理高烧不退的病人, 作为一位单亲妈妈, 海姐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望着可爱的每日, 她只能忍痛离去, 途中,海姐破天荒地致电母亲, 请求对方帮她照看女儿, 可当她刚一走进隔离病房, 就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 这个大胆的推测, 立刻让医院上下高度紧张, 海姐更是直接找到隔离病房外等候的姬哥, 向她询问集装箱的具体位置, 然而此时不明就里的姬哥一问三不知, 但她从医生的严肃表情中预感到了不测, 于是姬哥不顾医生的阻拦, 要求立刻见到自己的弟弟, 突然, 医院内传出了来自隔离病房的警报声, 而心急如焚的姬哥, 则趁乱将工作人员打翻在地, 随后直接闯进了隔离病房, 望着冰临死亡的小雨, 姬哥简直痛不欲生, 在失去亲人的同时, 她也失去了理智, 就在海姐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女儿每日却拿着食物来到地下停车场, 寻找那只她心仪已久的小猫咪, 而这个救人者正是失踪的偷渡者, 尽管偷渡者一边咳嗽不止, 一边渐渐远去, 但心地善良的美日, 还是将面包交给了她, 并借此与这个名叫梦瑟的人交上了朋友, 看着善良的美日, 梦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于是, 刚刚还在帮助美女救助小狗的志九, 就接到了美日打来的电话, 可当她下班后赶到现场, 却并未见到传说中的梦瑟, 虽然美日对她软磨硬泡, 但无比疲惫的志九, 此刻却只想早点回家, 然而还未走出几步, 可怜楚楚的美日, 却将她深深打动, 没办法, 志九只好领着美日四处寻找梦瑟, 最终人没找到, 他俩却落脚在快餐店, 看着美日大快朵頤的样子, 志九的耐心正在消磨殆尽, 就在二人聊天期间, 他也并非一无所获, 每日的回答让志九心情大好, 二人的友情迅速升温, 志九甚至还抱着 疲惫到昏昏欲睡的美日走下商场, 一个晕倒在扶梯扶手上的女人, 引起了志九的注意, 她将美日平放在公共座椅上, 冲上扶梯将女人救了下来, 与此同时, 医院里却如临大敌, 正当专家组还在讨论小雨的死因时, 相同症状的病人, 就已经络绎不绝地被送进医院, 尽管警方来电通报, 已经找到了集装箱, 但此刻城市中咳嗽的人却越来越多, 为了寻找病源, 海姐亲自来到集装箱的位置, 并在周边发现了光脚的足印, 就在她拍照取证的时候, 随着集装箱大门的打开, 一群老鼠鱼罐而出, 导致现场一片大乱, 然而相较于事发现场, 城市的管理者们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各个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扯皮, 导致会议讨论始终没有结果, 当教授提出区域封锁的建议后, 非但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支持, 反而还遭到了议员的奚落, 显然在座的大多数人, 都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这时, 海姐推门走进了会场, 接着, 在小雨的手机视频中, 大家找到了确实存在幸存者的证据, 可尽管如此, 议员却依旧视而不见, 并且试图用权力来压制教授的封城建议, 忽然窗外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此时的大街上车祸不断, 甚至还发生了爆炸, 然而事实则要严重得多, 由于大量医患均已交叉感染, 此刻的医院俨然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而另一边, 救人归来的志九, 却并未在公共座椅上见到美日的踪影, 当他焦急地拨打着美日的电话时, 这才发现手机浸在自己的口袋里, 随后, 志九来到商场的监控室内, 一边搜寻着美日的影像, 一边将此事告知了海姐, 最终在耐心地查找下, 他发现了美日的身影, 而作为母亲的海姐, 在接到消息后, 则立刻想要出去寻找女儿, 可此时医院的领导哪里还顾得了她, 毕竟让议员先安全撤离才是大事, 焦急的海姐只能不顾一切地离开医院, 而城市出现的灾难, 则让总理也重视了起来, 可面对议员提出向民众公开的提议, 总理却以引发恐慌为由当场拒绝, 就在这时, 总统也闻讯赶到现场, 最终在他的领导下, 整个地区进入了隔离状态, 随着消息的公布, 民众顿时人人自危, 超市内挤满了抢购物品的人们, 殊不知, 麋鹿的每日此时也来到了超市, 混乱的场景让她害怕地大哭了起来, 这时, 海姐和志九也循迹来到超市, 并在此成功偶遇, 虽然此时的海姐焦急不已, 但她还是提醒志九去找一个呼吸器, 随着超市的混乱加剧, 发病的人们也开始吐血, 就在每日被吓得手足无措时, 志九及时将其抱起, 看到女儿安然无恙, 海姐这才放下了心, 不料这时突然出现大批防暴警察, 利用镇压手段对超市进行封锁, 见识不妙的志九和海姐连忙抱着每日撤离, 可就在闸门即将关闭之时, 海姐却被身后的女人抓倒在地, 好在志九用购物车卡在门下, 这才救下海姐, 这时, 海姐接到医院打来的撤离电话, 于是, 她急忙为志九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可出于职业的本能, 志九却一心只想救出被困的民众, 虽然海姐一再强调, 人群中包含大量感染者, 但志九却还是将车钥匙交给了她, 自己则继续着救援工作, 见对方如此执着, 海姐只好带着每日先行撤退, 而此时, 身丹力孤的志九早已疲惫不堪, 就在她束手无策之际, 班长带着装备闪亮登场了, 在电锯的加持下, 闸门很快便被锯开一个大洞, 人们因此悉数获救, 然而, 此时赶到撤离点的海姐却遇到了麻烦, 尽管海姐以医生的身份距离力争, 但母女二人还是被检查人员拒之门外, 此时, 随着病毒的加剧扩散, 世界各地经出现病症的消息也被报道出来, 这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病毒, 有着极高的传染力, 政府因此派出大批部队前去增援, 自敢没能守护好民众的总统, 为此出面道歉, 在部队超高的执行力下, 所有民众被强行带到了病毒隔离区, 无处可去的海姐母女也没能幸免, 看着装满人的隔离车, 忐忑不安的海姐, 只能抱紧怀中的女儿, 在国外专家的建议下, 隔离区的人聚集在一起接受检查, 虽然上层的各级领导各怀己见地进行了猜测性的讨论, 但他们的集体隔离意见却都不谋而合, 这与杨教授认为的先保证治疗剂和抗体的意见完全相左, 可专家的意见在非专业的领导面前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因此隔离区的人们只能继续混在一起接受检查, 尽管海姐试图与检查人员沟通协商, 但她的医生身份却根本不起作用, 这时,等待检查的一个女人突然吐血, 恐慌的气氛立刻蔓延, 方乱之中, 每日从被击倒的屏风后, 看到了正在接受裸体检查的致久, 而致久却一边阻挡着班长窥探的目光, 一边不由自主地看向海姐, 谁知海姐在帮女儿脱衣时, 竟在其耳后发现了红疹, 这让她简直如遭雷击, 随着一个男人的拒绝检查, 众人的目光皆被吸引了过去, 海姐则趁机将女儿推过了检查口, 就这样, 母女俩才得以逃过一劫, 在忐忑的心情中, 他们来到了布满帐篷的隔离区, 通关顺利的致久, 也在这里找到了海姐母女, 可海姐禁止每日与致久接触的举动, 却让致久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反观有苦难言的海姐, 只能选择回避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甘愿隔离, 一个大叔就为此发出了抗议声, 但在枪口之下, 他最终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虽然铁腕诊断震慑了民众, 但依旧还有不怕死的, 关键时刻, 一个男人出现了, 就这样, 因马叔的干预, 秩序终于恢复, 而此时, 每日的红疹已经蔓延, 看着心爱的女儿, 海姐是既无奈又心痛, 随着封锁消息的公布, 外区的人们也纷纷关注此事, 至于封锁措施是否正当, 也引起了争议, 面对杨教授的质疑, 领导层却依旧固执己见, 此时的隔离区内, 检查工作仍在进行, 志九则在刚刚的冲突中, 选出了大名鼎鼎的作战指挥官马叔, 对于这个消息, 志九表示出了质疑, 这让马叔心中顿绝不爽, 但在这种环境下, 他并没有发作, 随后不久, 各种体检接二连三, 而海姐的帐篷, 恰好与志九相邻, 在听到感染者都会被杀掉的小道消息后, 海姐立刻担心不已, 焦虑的他, 终究还是不小心, 在志九面前露出了胳膊上的红疹, 他恳求志九不要说出此事, 而志九却认为, 应该先把孩子送去救治, 作为医生的海姐知道病毒无药可救, 无从解释的他只能含泪表示, 自己必须要与女儿在一起, 见海姐伤心欲绝, 志九也不由地红了眼眶,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尽管隔离区内的气氛紧张, 但食品供应却还是有条不紊, 殊不知, 被困在感染者区域的梦瑟, 已因体温正常被人发现, 而这个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海姐的耳中, 对于妈妈的暂时离开, 每日表现得很不情愿, 为了安抚孩子, 志九拿出对讲机交给海姐, 以便母女二人可以随时取得联系, 来到医疗组后, 海姐迫不及待, 要求把梦瑟的血清注射给病患, 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专家及领导的斥责, 可她心心念念的女儿, 此时已越来越严重, 为了救美日, 海姐必须将她带去医疗队, 不料这时, 检查人员却突然出现, 美日的编号已被确诊感染, 为了不让孩子被带走, 志九毅然决定, 与美日进行编号调换, 接着就被带进了感染者区域, 谁知刚一进来, 已感染的鸡鸽, 疯了似的要找到罪魁祸首梦瑟, 为弟弟报仇, 但很快就被士兵制服, 而另一边, 总统在得知, 未感染的人依旧被关在隔离区后非常不满, 但领导层却坚决反对, 放未感染者出来, 在巨大的压力下, 总统又无可奈何, 而此时的马叔, 却已靠着强大的资历和金钱, 买通了部队指挥官, 看到马叔回来, 班长连忙狗腿般的上前套话, 可马叔却将捡到的志九编号递给了他, 因为这张编号, 志九的身份也终于被确认, 只要检测结果出来, 他就可以离开感染区, 而被他冒充的美日, 此时已被海姐带到了医疗组, 虽然惊慌的梦瑟非常抗拒提供血清, 但他看到海姐的女儿是美日后, 立刻同意献出自己的血清, 在海姐正紧张的操作时, 门外响起了砸门声, 紧接着, 医疗人员和士兵就闯了进来, 并用麻醉枪打中了正反抗的海姐, 海姐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带走, 却无能为力, 就在志九被放出感染区时, 美日的推车一晃而过, 这让志九的疑心顿起, 而当他捡起美日掉落在地上的发卡后, 便疯狂地追了过去, 可等他追到尽头时, 却发现此处不仅遍地都是病患的尸体, 甚至其中还有未咽气的人, 不死心地志九继续找寻美日, 谁知却在体育场内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 当不知情的海姐苏醒时, 专家组已为梦色的抗体产生而欢欣不已, 海姐气得抓起抗体就冲了出去, 可她在感染区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儿, 更让她想不到的是, 志九为了找回美日, 竟不顾一切地跳进了焚尸场, 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 找一个小女孩又谈何容易, 突然, 她隐约听到了手机的音乐声, 这个发现立刻给了她无穷的动力, 在费力地掀开一具具尸体后, 她终于发现了美日正播放动画的手机, 紧接着, 美日的小脸也出现在她眼前, 看到美日还活着, 志九激动地将她抱在了怀里, 可正当她准备带走美日时, 却被检查人员发现, 抱着美日的她随即遭到了围殴, 而此时的另一边, 一名士兵小哥发现了被感染的战友, 可他不愿看着战友白白送死, 争执间,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大婶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不顾一切摘下面罩, 与母亲紧紧相拥, 但这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暴打, 正在此时, 大批士兵闻讯赶到, 走投无路之下, 小哥当众曝光了焚尸场内的真相, 随着枪击的发声, 人群立刻发生了骚乱, 得知真相的人们, 暴怒着冲进了焚尸场, 而眼前的场景, 让他们简直不敢置信, 也正由于人们的闯入, 将正在围殴制酒的工作人员吓得落荒而逃, 就在这时, 对讲机里竟传出了海姐的声音, 原来, 海姐在绝望中, 拿起对讲机呼唤女儿, 谁知却正好被制酒听到, 正当海姐准备去寻找女儿的时候, 暴动的人群, 使得海姐的对讲机掉在车外, 而为了捡对讲机, 梦瑟被突然出现的饥饿连筒竖刀, 当制酒抱着每日赶来时, 车子已在混乱下, 冲破闸门, 及时而去, 看到隔离区的惨状, 总统怒不可遏, 可领导层依旧不承认他们的错误, 岂不知, 海姐的车中惨状更烈, 幸好梦瑟保住了对讲机, 制酒这才得以与海姐再次取得了联系, 在得知女儿状况越来越好后, 海姐立刻意识到, 每日体内已产生了抗体, 欣喜不已的她, 让制酒来大陆边与之会合, 怀着激动的心情, 制酒怀抱着每日一路狂奔, 但不幸却在路口偶遇了暴动的人群, 眼见大事不妙, 制酒转身就走, 谁知她的行踪, 却被为首的马叔立刻锁定, 四日清晨, 大批丧失理智的民众冲上街头, 向惨无人道的政府发起了反抗, 身处其中的制酒, 这时突然发现, 怀中的每日已有了说话的力气, 顿时欣喜不已, 随着冲突的加剧, 马叔极力鼓动民众冲出封锁区, 在他义正言辞的胡说八道下, 遭到成功洗脑的人们一路进发, 很快, 马叔再次发现人群中的制酒, 而另一边, 伤势严重的梦涩已到了弥留之际, 就算是神仙, 也无法留住他的生命, 看到抗体者死亡, 杨教授只能将实情告知了总统, 与此同时, 海杰不顾阻拦, 坚持要找回女儿, 因为他知道, 每日是如今唯一的抗体携带者, 但他万没料到, 由于人群冲破了隔离铁网, 总理竟在美方的默许下, 向军队下令开枪射击, 一时间民众死伤无数, 就连士兵小哥也惨死在了母亲的面前, 志祺尔则抱着每日一番东躲西藏, 最终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 为了救助受伤的人们, 他安抚住恐慌的每日, 并将对讲机给了他, 而海杰在赶来的途中, 用对讲机联系致久, 没想到里面竟传来了每日的声音, 激动不已的海杰立刻充满了力量, 而此时的指挥部内, 总统则因军队的滥杀无辜, 与总理朝的不可开交, 但由于美方的干涉, 即便身为总统也是无能为力, 这时, 梁教授突然走入房间, 宣布还有抗体者存活的消息, 就在海杰与总统交涉的同时, 独处的美日却不幸遭遇了负伤的马叔, 等到志久归来之时, 见到的却只有一个稀碎的对讲机, 就在马叔即将对孩子进行抽血的时候, 班长及时粉末登场, 就在二人苦苦肉搏之际, 志久忽然走了进来, 见到美日哭着跑出房间, 马叔直接一枪命中班长的肩头, 转而又与志久展开了殊死搏斗, 经过一番惨烈的拼杀, 志久最终在班长的协助下, 完成了对马叔的反杀, 而此时的海杰, 虽然握有总统的命令, 却依旧无法穿越火线, 究其原因, 竟是美方坚持以黄线为戒, 武力阻止失去理智的民众, 眼看双方互不相让, 一场悲剧即将发生, 旧女心切的海杰, 不顾士兵阻拦, 朝着对面的人群狂奔而去, 这时, 美日独自一人从人群中走出, 而当她见到不远处的海杰后, 更是哭着向妈妈跑去, 随着美日跨越了黄线, 现场指挥官立即下达了开枪的指令, 为了保护女儿, 海杰不幸中枪倒地, 美日的哭求声, 瞬间响彻了黄线两侧, 就连指挥部内的高官们也为之动容, 现场的民众更是不顾一切集体出动, 这时, 总统也终于忍无可忍, 顶着美方代表的压力, 下令停止射击,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美方此刻竟然已经出动了轰炸机, 企图用炸弹将民众赶尽杀绝, 眼看几十万国民即将惨遭杀害, 总统把新野恒, 现场致电首都防卫司令部, 这一下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不轻, 其中最为紧张的当属美方代表, 面对总统当仁不让的态度, 他最终不得不低头认怂, 撤销了轰炸指令, 就这样, 总统以果敢的决心挽救了自己的国民, 而劫后余生的滞救, 也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做一部灾难影片, 流感在将亲情, 友情和爱情进行了完美诠释的同时, 也将人性的自私与丑陋一并展现, 片中既有高层之间的冷漠与热血, 又有平民百姓的无助与残暴, 将灾难面前人人自危的特点演绎得极为深刻, 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